那我来看那个电脑内的 我们就点到这个学院课程 好 OK 那你看跟我们比较有关的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数位资产的 点击一句的话有很多 你看这里面好多assets的powerpoint的对不对 那他这个呢有页次的话 你可以把它往下卷动一点 或者你看page time 这边有 你看 这里 它也许软体版本不见得都一定是最新的 不过 它上面大致上有到2007的 2010目前还没有 这个太新了 你看这边就还蛮多的 那以我们刚刚看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在上一页好了 上一页这里 我看到一个word 好这里有一个进阶应用 还是文件设计网 我们看这个文件设计网把它点一下 好 你可以看到它会有这个课程的基本修名 那么右上角那里有没有叫做上课去 你看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 它就会打开它的专属的 那当然你要登录账号才行 你看我现在还没有登录 所以我请它 我先登录一下 好 我把这个先 登录一下 OK 那我先切换到刚刚那个课程 我先直接进来一下 好 文件设计网 好 上课去 OK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会另开一个新的视窗 另开一个新的视窗 那我们再进来看一下 好 那么第一次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在这边 会要求你说 要执行 这里有一个执行 叫附加元件 那你要不要增加这个应该是OK 好 不过怕有的如果不行 假设你看不到下面这个内容 你可能要执行 原则上应该是现在都不要 那你可以看到它左手边这边 它有帮你做一些规划 好 左手边这边有没有 有帮你做一些规划 那它有学习重点 工作环境 对不对 那右手边呢 它有这个文字 这是图文字的描述 如果你觉得这样子 有点累 没有关系 右上角 你就跟它讲 老师 你用讲的就好 用清的 哎呦 我就不要那么辛苦 这样慢慢看 所以它进来呢 就会看到 来我们看一下 我把它稍微变 在这里 好 你们这样 听不太到 这样了解吗 这样了解吗 对不对 它就有这个 现场引力的教学 我想这样的话 你也还蛮方便的 那么 如果你有看过这个课程呢 它在下面这边 有一个那个选单 不过现在有点被挡住了 好 它现在有点被挡住了 我现在变得 不能 这个 那 一般来讲的话 你如果 有学习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你回到你的首页 其实也不用 在刚刚那边就有了 你会看到这里有这样的东西 可以看一下 也没有看到这个叫做学习记录 你什么时候选这个课 然后进度多少 它倒把你记录下来 那你只要有选课 也没有选完 那一回事 也没有上完一回事 它就有增加点数 这样子 就有增加点数 那你如果有读完这门课 它还有点数 还有再增加 还有再增加 但是 各位记住一下 三个月一个学习都没有来上课 那个它会扣点 哈哈哈哈 你都没来上课 对吧 那个点数它就会扣下来了 好 所以这个 我想网站的部分 我们大致上先介绍到这边 先让大家有一个 多一个学习的广告 你可以参考看 因为未来的话 这种远距教学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就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你有兴趣 有机会的话呢 再麻烦各位